你见过在市中心骑白马的王子吗 今天被堵在首尔街上的这些人就见到了 看着马上帅气的男人 大家以为是在拍电影 纷纷都拿出手机合影留恋 此时坐在车里的一个女孩 试图用喇叭叫停骑马者 看着骑马者依旧我行我素 她只好拿出了警灯响起了警铭 可听到警铭声的骑马者 依旧不慌不忙慢慢地走着 最终女警追上了她 开始对她进行批评教育 一圈三连点多关注 可男人听到女警的警告后根本没有反应 而是直勾勾地看着她 这下给这个从未谈过恋爱的女警看毛了 虽然想着这个男人是第一个 肯定她的完美颜值的人 但作为警察她还是要秉公执法 就这样 她要求男人下马过来接受询问 可没想到的是 男人下马后 竟然还是直勾勾地盯着她 一直走到她面前 看了看她的警牌 忽然间就一把抱住了她 女警心想这下完了 这是碰到色狼了 可从未被男人抱过的她 第一次被这么帅的男人抱住 她三魂六魄早就飞出去了 以至于她没有反抗 反而在男人怀里发呆了十几秒 直到她魂魄回归身体 她才一把推她的男人 看着眼前这个怪人 女警开始了盘问 可这一盘问不要紧 差点把她刚回到身体的魂魄又给吓跑了 男人告诉她 她来自平行世界的大寒帝博 自己就是那里的皇帝 而女警正是25年前她的救命恩人 听到这 只有30岁的女警 下意识确认了一下自己的年龄 看着女警怀疑的目光 男人继续解释道 但随着电闪为名 才穿越来到了这里 听到这女警终于明白了 于是她用了对付疯子最好的方式 来对付这个韩国的皇帝